老神仙被人骗到工地做苦工 直到脚腕套上镣铐的那一刻 他才弄明白自己的处境 包工头看他们还不干活 立马一鞭子抽了过来 却被老神仙的小徒弟一把抓住 他倒反天刚地扯住鞭子 在甩了几十圈后 直接把包工头砸了出去 不料刚好砸在大象身上 接着一头扎进了热乎的巴巴里 这动静让在场的大象们受了惊 他们疯狂地在工地上奔跑 眼看在场的工人陷入了危险 小徒弟立马腾空而起 用法器捆住了砸落下来的巨大木头 但法器的长度实在太短 有一个木头从里面掉了出来 大徒弟见此赶紧出手 一阵凌厉的剑光闪过之后 木头被砍成了均匀的六节 然而还没等他喘口气 又有一根木头砸落了下来